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很多朋友们都想埋上吉普这个鱼 比较好的画来放适一下实力环境 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款 象征着平安 幸福 吉祥的画 它就是鱼龙观影 大家看一下 它整个局部植株 周围长的黑莲花座 上部也很好看黑个莲花座 大莲花座 这周围都是小莲花座 但是你埋回鱼龙观影 这样才能把它养殖好呢 很多朋友对这方面很有意味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几点 你埋回鱼龙观影 你假设要给它换好盆的情况下 必须选择换盆用图 因为这个鱼龙观影吧 它相比其他多种类伏 还是比较粗方的 但是你也得保重它的这个投肥性向 这个图上用什么呢 你可以用这个 有条件你用这个煤球杂和这个圆图 加这个副叶图 要是没有煤球杂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这个 鱼龙观影是比较习惯的 除了这个颜色的夏天吧 你给它适当的摘摘影 要不然的话 它这个叶片很容易晒 转上的现象 甚至这个叶片发黄 这个冬天的时候 必须叫做建树全光热 假设你没有阳光的情况下 它这个整个这个上部 像连环杖一样的这个叶片 它长的以后特别高 影响了它的观传价值 因为这个冬季吧 它这个根部吸收比较软了 你不能关于湿肥了 最好是别湿了 夏天的时候吧 你给它剥肥形式 用这个带领芽符合肥 最好是用那个含压量高的 涂进它的这个景格的涂状 这个夏天必须得保持在每天一飞 你也得根据这个喷涂的干涉度 假设这个下雨呢 或者是忙的以后 这个喷涂不干 你都不能给它剥肥了 因为它是比较抗汗的 这个冬季呀 坚决控制剥肥 要剥的过世了 很容易导致这个根部腐烂的现象 夏天的时候吧 这个鱼龙观影 你必须得给它适当折影 假设你要保晒的话 液片发黄或者是出现这个转伤的现象 这个鱼龙观影平常扬直起来吧 你冬天的时候吧 因为这个煤房管理比较紧了 它这个很容易导致这个冰添海的危害 一般都是这个败肥石和这个杰克松 这个期间吧 你可以就是每个月吧 你用这个杰克令 给它整个月面 盼它一遍 以防它这个杰克松的发生 因为你要发生了以后吧 它这个杰克松很难防止 导致郑主不媚观 甚至更补身亡的现象 好了 关于这个鱼龙观影仰值方法 我就给大家简单解说再想 喜欢的给我点赞一下 咱们下期再见